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7月7日,这是今天第四场读报点评节目 刚才有点饿了,吃了两个面包 吃这个面包当时就想到在加拿大这个国家,基本上是没有太富的,没有太强的 这人人平等,首先只要你认真地工作,你每个月赚的钱,完了全花光,月光族 应该讲吃饭一点问题没有 还有就是拒着有器物,当然你要如果奋斗住的时候好一点 你是大耗子小耗子,是吧,condo也可以啊,事实也不行,parlament也可以 拒着有器物在加拿大应该是做到啊,当然也不是绝对公平 那么这个老友说痒,你要是老年人65岁以上的,76岁就可以了 基本上你说都有病是吧,人老都没病啊,三稿 那药就几块钱嘛,每天都要吃药,你想我每天晚上10点准时吃降压药 一不降就完了啊,还愿意喝点小酒 所以这个药是一个很大的指数,但没有任何问题 你不会因为担心,没钱看病,没钱买药 你不到药店都不行,药店里不停给你发短信是吧,要到期了 甚至有时候去了,为什么你来了迟到7天 你忘了吗?人家还问你是吧 你必须老实交代是忘了,忘了他可能给你家庭医生投诉你啊 我告诉你,这里可是真是这个社会太好了啊 你再看,如果有纠纷怎么办?不打不闹 法院,哎呀,这个是最好,你看我来这里也是,也是09年来的 你算了吧,好多年过去了啊 从未看过一起打架事情,就我看到的,没有一起,就打起来没有啊 只看到那么零星的小处,小的就是口角,小的 但是你看这个中共国统治下,每天都有 刚才看到封口啊,有一条消息 成都警方通报商场打人时间,设施只被刑局 这是7月3号20点,在商场内聚餐饮酒后,和朋友在离开商场秃走 李母无故伸手,拍打站在其前方的受害人方母 头部,帽子打落在地,在遭到方母斥责后 李母追逐方母,并用脚踢向方母,同时进行语言挑衅 后呢,李母被其朋友劝其离场 这是一个小的冲突,这种情况太多了 我要讲的时候呢,就是人和人之间呢 就是好像充满着这个仇恨和利器 不点事就打起来 有时候打完以后很快就是好朋友了 是不是啊,这个都不正常 那么加拿大为什么少呢 就是法制,因为你给你告到法院以后,可麻烦了 请律师花两千多,一两千 然后你还等着过堂 当然了你要打官是那个等待时间很长啊 但是你放心吧,党管不了司法,司法管党 所以说人家的审判肯定是公平,我告诉你 你自己逃不掉 只要是你就是违法违纪了 违法不是纪啊,违法了 找谁也没有用啊 我认为它社会稳定的原因就是法制,没有别的 说民主和法制太重要了啊 这是我深刻体会到 我只是在中文媒体上经常看到 说这个地方开枪了,说那个地方袭击了 我是没看谁打倒在地,躺在这,没有 这个,也就是这个情况比较少 少见,因为个别的案件啊 我要讲的是什么,一个健康的社会就是什么 人,基本上人人平等 我不希望看到一个社会有的人 这个富的流游啊 到处悬浮,然后这个 无视这个普通百姓的疾苦 甚至欺压百姓 欺男罢女是吧 甚至这个作恶 作恶一方 我是不喜欢那一 以前我在东北采访经常碰到 你比如说湖南蟹吧 我经常去湖南蟹啊 去了好几次,四下湖南 因为他有萧红纪念馆呢 还有那个 这个 还有一些就是 有些传说,湖南大侠是吧 那个地方还有全世界最大的君子兰 还有民营企业家张宏伟 是吧,经常去东方企业集团吧 现在那个 那个兄弟现在属于基本上 不是关在监狱,也是流亡海外的是吧 从此一生没有 我要讲的时候 你去看那个,去拿湖南蟹来讲吧 乱得很 我就跟你讲了 啊 我要讲的是什么 这个一个社会要讲 公平正义啊 就是靠法制 只要是党管司法就完蛋 党管司法就人管司法了 就为什么习近平现在 他最没有能耐 他恰恰老抓别人 好人都抓起来了 什么原因 党管司法 就他抓着 去抓到把子 他将王晓洪抓人 王晓洪马上抓人 法院必须派 这个 你实在没有 没有招啊 这里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你包括言论也是 咱们之所以那有个小院 随便讲一讲 一个人讲不重要 大家都讲 那每个人总有正确的吧 一个健康的社会就是七嘴八舍 啊 所以 所以这个 加拿大是太了不起的这个国家 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就是加拿大 我跟你讲吧 比美国好 啊 那么我们来看看观察 啊 三中全会要召开了 很多人呢 猜测 说是三中全会将发生什么 内斗 内斗是一个最大的特色 也就是习近平所掌握着抓人的权利 他最害怕的是什么 就他把这个余政生 李克强 汪洋 胡宠娃这些派行灭了以后 他不放心 自然人就会出现一些动向 我们从媒体上观察到的啊 这些都是其他自媒体没有的 你看 人民日报 安徽分版 啊 人民日报安徽分版啊 发生了事情 这个有一个会议 7月4号下午 安徽省有个副省港 叫善向前 他带领一般人到上海去了 还有什么会呢 上海是举办了海客援左会议 德国钻场 啥意思啊 就是援左会议是研究发展经济 因为中国呀 是汽车工业啊 和这个 德国联系密切 这个我有亲人体会 你看咱们 文汇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建站在大陵 首先香港物料给你买一台车 就给那个记者站办出买一台车 不是我给我个人 当然是我自己用啊 你想那个条件多好 三十三万 四个圈奥迪 那不德国生产的吗 当时开上那个车 可是真牛 我给你讲 不是吹牛 就没有几个开开那个车 我开 当刚开始我不可以开车 有司机啊 有钻纸司机啊 那个黑牌子 黑牌就是外商企业 因为你香港 文汇报是香港的媒体啊 你在那里挺招演的啊 现在回想 为什么后来能闯这么大的 我就和当时一些情况有关系 就是什么呢 人不能一下就是条件很好 比如说你过去是穷光 但很穷是吧 别说是汽车还黑牌子 还是奥迪33万 你自行车 怎么能能能 骑得起都什么问题 对不对 你突然间这么好的条件 这个人就用你什么 得意忘形是吧 为什么闯这么大的货 连播起来都敢批评 那不就因为你条件太 是不是啊 咱这实实在在讲 这个人都是这样 死予富贵 生予又患 你往往你在困苦当中 艰难困苦当中啊 你能生下来 就是了不得 往往太富裕了 什么条件都好 你很容易死掉 出事 好 我要告诉你啊 这人生有个哲理啊 那么这个德国呀 他在上海 比如那个汽车产业嘛 包括特斯拉 对吧 那么我问你 这个安徽省的副省长上在干什么 你看这个官媒 他就欺骗老百姓 他讲 这个副省长 善向前出席会和德国海外商会联盟大中华区和德子企业代表作谈 会议指出 德国是传统制造业强国在汽车智能制造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拥有一大批全国领先的优秀企业与安徽产业发展高度窃和合作空间十分广阔 一点不讲哪个省不是和这个这个德国都想发展经济 因为现在美国封堵 美国封堵 你得想欧洲开放 你得想欧洲来投资 欧洲就德国了呗 是吧 除了匈牙利就德国 默克尔是亲共的 对吧 比较亲共 那后来上来德国政要是反共不假 但是呢 他毕竟有一块是什么 需要中国的市场 对吧 那你安徽到上海干嘛 表面看似什么 搞汽车产业的合作 其实不是啊 你再看看他是什么地方 安徽 安徽是谁的老曹 李克强老曹吧 李克强的老曹 在三中全会之前 感受到了党内恐怖的肃杀气氛 害怕呀 到上海来干嘛 来勾兑 来拉关系走后门 来和上海的官员 套近 也来探听探听三中全会将来出什么消息 因为这个 恶难也好安徽也好 都是西平眼睛中边盯着 拿着放大镜显微镜 抓贪官 所谓贪官 就是李克强的先生的 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呢 这个地区诞生一个领导人 进入中央了啊 由于政治体制的局限性 肯定形成的派系 都是他这条线上 你比如说胡春华 后来到了广东 那一段时间 就富温时代 那绝对是声誉确起 一路领行 你想想 肯定西藏的 内蒙的 河北 就在他认知的老曹这些人 阿伯恩都到他家去走动 就是不送礼 是啥关系啊 经常给想想老领导来看一看 看看还能空着手吗 这都人子常情 咱到任何家还能空着手 都是一样的 是吧 叫人情正常往来 现在都打上腐败分子了 我告诉你 习近平 他在福建 在浙江 他不是这样吗 他见到林奇华 胡锦涛江泽民 像现在这么横 讲廉政见识 谁打理他 听他胡扯 他就打击正理 搞这些民旁 我要告诉你 安徽的官员 荒荒不可松日 所以他找这个借口来了 这就像景俊海 景俊海那时候是 八英潮鲁是书记 景俊海是生长基林的 你看他到北京 搞了什么活动 和北京国营企业进行合作 当时我就说 什么合作 他是要去琢磨的 想把八英潮鲁干掉 他当书记到北京 就送李去了 就拉关系了 是吧 过去有个词叫 跑步前进 步是什么 步伪的步 钱是money的钱 对不对 跑步前进 所以这个动向表明什么 表明安徽的官场 很恐惧 因为现在大上海 官员 领军人物 基本上都是 李强和习近平的人 就是不是太爽 公正 陈锦麟 敢反正习近平 对不对 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动向 那这些说 他这里的官话 大话 讨话 咱不讲了 如果你不相信 你老江 这个脑袋总片 是牵强服务 咱们来再看河南 你看河南 今天搞出了名堂 全国各地 三十一城自治区 没有几个开常委会的 现在 在三中全委之前 昨天看到的是重庆 刚才我再查阅一下 重庆的网 没有了 删掉了 重庆也开了会 他为什么重庆开会 表面也是研究 什么机体学习 那胡扯 就是因为习近平不放心 通过民传电报的方式 指示他们 要干嘛呢 要确保在三中全会 之前不出事 可三中全会会上 要使习近平的打正方针 人事安排 能够顺利通过 要把过场走完 要完美 尤其河南 你再看河南 河南是 7月5号 省委召开常委会 研究全民 全面从严之道 啥意思 抓人啊 你不老实 抓你 第二 防范 化解金融风险 什么意思 银行挤兑啊 现在江西开始了 对吧 老百姓的钱存在银行 就提前没有钱 那不完了吗 那就等于 经济崩盘了 这是最大的看点 那当然 这是一千多人 就一个小视频 还不足以说明利己 你再看河南 开始了 打了提鞋量 这篇文章讲 他说呢 基层治理 研究这些工作 省委书记 楼阳生 主持会议 表面讲什么 学习15次 集体学习证据 其实这就是为了三中全会 开始奠基了 这里讲到什么呢 讲到你看见没有 要对金融风险 要监测 预警 处置 问证 告诉你啊 河南有很多银行 河南就是银行的危机 比江西严重多了 只是什么呢 为什么现在有的银行能捂住呢 他要吸下去 他控制 还认真去控制控制 要是非吸下去 恨不得你搞出事了 把他DF才好 他还话这个 懂吗 所以他这里吓唬贯远啊 叫你问责其职 就是一旦你这个 出了事 抓你 说他不具有自己的责任 他抓这个李克强老曹的底细 要告诉你 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 而且还讲到什么呢 凤桥经验 还有五星滋不见识 四智融合 基层治理 等等等等 目的什么都是内斗 你看 安徽一个河南 都是西 李克强老曹 对不对 都是习近平最恨 你看那个李克强死了以后 安徽河南老百姓 献花最多 可以上讲 鲜花成了海洋 那都表现了 他所在地的老百姓 对他的怀念 或者是对习近平的不信 觉得习近平下手 把李克强灭掉了 还假装和自己没关系 老百姓告诉他 通过这个献花的方式 告诉他 我不相信 对吧 这就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非常重要 你通过这两件事 你就可以看出现在目前 这个中国的局势 并非官媒吹捧那样 中共官媒总是告诉你们好的一面 不告诉你们不好的一面 那么最后还有个议题 就是现在 以前中共国的军队 中共习近平不是吹嘘过吗 说美国的大兵 如果敢在台湾出现 怎么样怎么样 意思美国要军事占领 怎么样怎么样 美国没有军事占领 但是美国现在 你有两件事做借口 实际上占领 第一个借口是什么呢 卖了很多武器给台湾 卖了武器有售后服务 要指导你怎么用 还有看说明书你看不懂 你要包括安装等等 调试对不对 已经有二百 二三百个美国的 这个军人 已经在台湾常驻了 这是一个 第二更重要经济上 你看今天很大的动向 德克萨斯州州长 访问台湾 宣布什么呢 建立了州办事处 这可是大事 我告诉你 这是美国资金报道的 美国德克萨斯州 州长叫阿伯特 率团访访台湾 星期日 就7月7号 有中共这边在秀抗战 人家现在美国是 行动 人家不喊高调 用经济上给你占领了 看见没有 他设立了德克萨斯州 驻台湾办事处 加强与台湾的经贸合作 而且告诉你 这是第23个美国的州办事处 美国办事处已经23个了 那就等于这些 这些州都进驻台湾了吧 对不对 办事处有一大棒的人 对不对 只不过这表面是经济 那经济和政治连在一起 也和情报连在一起 你就看这行事动门演续 习近平统治下 使那两岸关系 不是大倒推的问题 完全逆转的 更有利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也或者说台湾渐行渐远 导向了美国的回报 这篇文章告诉你 今天很大的动作 就第一 23个办事处成立了 还发表了个声明 他说呢 还搞了剪彩的仪式 赖清德还到现场了 阿伯特 阿伯特为办事处开幕剪彩 并与台湾经济部长 叫郭志慧签署了个协议 台湾德州经济发展 意向合作 也就是德克萨斯州 和台湾全面的合作了 搞了办事处了 就像过去香港 欧文报在东北建了办事处了 是吧 从此以后 东北的报道 这一块就拿到整裆中了 就这个意思啊 越来越占领了台湾 这是很大的事啊 阿伯特指出 他说呢 为什么要合作该声明 强调双边贸易 增强就业机会 支持德州和台湾 之间的关键产业链的创新 优先支持半导体制造 电动汽车制造 能源任性 已经更多领域里合作了 在众多伙伴当中 台湾是德州 本世纪 除了墨西哥以外 地方首次开设 商务办出 显示了台湾 对德州的众恶性 说不仅德州的商界 阿伯特强调 全世界都要知道 德州与台湾 站在统一战线 你看今天 多大的气温啊 但是你看中共的国外民 现在整天也不止声啊 在这撞龙作业啊 还在这吹牛皮啊 吹牛皮有什么用 我们就看这些实际的 发生的事 你说台湾和中共大陆 是渐近了还是渐远了 对吧 阿伯特 他率领商业代表团 自7月5号至13号 之前要访问亚洲 台湾这是第一站啊 接着他到韩国和日本 德州驻台办事处呢 隶属于德州州长办公室 有经济发展 叫观光部 将启动 双边更紧密的合作 主要是搞成呢 经济增长和文化交流 说台湾和德州关系深厚 台湾企业在德州 已经累积投资超过 120亿美元 你看中共国 现在外上纷纷撤资 台湾呢 台湾才是个小党 遍及诗多项产业 赖清德发言 他感谢德州议会两月 去年五月 一直通过友台决议案 重申德州与台湾 坚定的伙伴关系 你看 他们也提到什么呢 合作没有上限 只有好上角 你看 这次针对中共啊 我估计这篇文章 总共卡林的气得要死啊 那么这篇文章给你介绍 22年台湾和德州的外国 直接投资超过50亿 位居各伙自首 过去十年 台湾企业在八个外国 投资项目 投资了52.9亿美金 为德州创造 2200多个就业岗位 24年前半年 台湾企业在两个新项目 投资了1.03亿美元 预计将为德州再创造 220万新的就业岗位 你说习近平如果不搞出 现在这个外交政策 搞得台湾老百姓烦的话 是不是这些就业岗位 应该是中国大陆的 对吧 或者大陆到台湾去搞 或者台湾到大陆 双向 因为两岸一家亲 习近平给中国 各方面工作都搞砸了 包括对台关系 这篇文章讲 23年德州与台湾的贸易总额 达到了213亿 台湾成为德州 第七大贸易博物 而习近平现在脑袋 垫地的时候是俄罗斯 向俄罗斯开放 俄罗斯现在正泄露战火当中 它整个GDP才一万一 你就想习近平啥不啥 是不是 所以你就看这个形势 你就知道了 如果习近平打台了 打台湾 能不能打得过 美国能不能保护 美国的企业在这 美国的办数在这 美国的投资在这 美国岂能作势不救台湾呢 是不是 好 谢谢 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